这节课我们来讲作文 雕尾再续雕回环 回环啊 它说的简单一样就是手尾呼应 但是它是比较高级的一种手尾呼应 所以说这节课啊 我们重点来在文章的结构上啊 结构上不是内容上 那么这里边啊 有一个字啊 大家比较陌生 这雕 雕是什么意思 雕它是一种 对动物啊 生活在中国东北的一种动物 为什么这个文章 这个这个课的题目叫做雕尾再续雕 那么我们一点一点来 呃说一下啊 首先首先我们看一下雕是什么东西 它是生活在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啊 生活在中国东北的一种动物 那么东北有三宝 我不知道你们看书 什么东北五不是啊 就是那个美丽美丽的小新安岭吧 是不是有东西学过 那里边是黑熊 没有黑熊啊 加十分 人参啊 人参 还有就是貂皮 还有就是路融 对路融 对对对 那个脚啊 那个 那个 雕皮 大家知道就是有的妈妈可能到冬天会穿那个雕皮大衣 它是非常非常 非常贵的 是吧 非常贵的 那么到了今天来说啊 雕皮大衣它现在已经比较少了 因为要保护 保护动物啊 对对对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啊 什么是雕 它长的基本上就是 就是这样的啊 像那个小的 有点像松鼠 体系长 颜色是黄色的 或者说是紫黑色的 所以说有的就是称为紫雕 是吧 那么它大部分雕都住在树的上面 就会爬树啊 那么还有就是它以松鼠为食 它会吃松鼠 有的时候还要吃小鸟 有的时候吃蛋 然后有的时候吃鱼 那么雕啊 它主要产生产于中国东北 它有非常珍贵的皮 它的毛皮是非常非常珍贵的 所以说啊 就是雕是这样一种动物 那么这雕尾再去雕 它来源于一个成语 这个成语叫做什么呢 对 狗尾续雕 那么狗尾续雕 这个成语 它是怎么来的啊 我来 我来简单说一下 那么狗尾续雕 这个成语来源于哪呢 来源于中国古代的一次叛论啊 就是中国古 中国古代啊 就是我们知道 就是呃 第一个统一的新盛的呃 封建王朝 秦始皇 秦始皇比较短吧 秦朝 秦朝之后 是不是第一个统一的 又国家比较强盛的 国力又 国国家又比较长久的 是是哪个朝代 对 汉 汉之后啊 汉之后就是天下很乱的 东汉末年 天下大乱 是什么时期啊 对 三国啊 三国时期 三国之后 是不是司马家又统一了呀 对 进 对 西进东进 那么西进的时候啊 西进的时候是与司马家的天下 那么呃 司马家的后 司马家的人啊 统一了天下之后呢 他们仍然实情分封 就是说 假如说啊 张景信做了皇帝 他会把他的兄弟啊 分到全国各地去做王爷 就假如说 李柏宇 陈娇阳 然后贾英泽 都是他的兄弟 然后把他们三个 分到全国各地去当王爷 后来呢 呃 假如说李柏宇和贾英泽 又觉得凭什么他能当皇帝啊 我不可以当皇帝 于是他们两个就会 怎么样呢 联合起来叛乱 对 谋法 把张景信就给 假说杀掉了 就有可能这样 那么西晋时期啊 出现了八王之乱 这里边啊 有一个司马伦 司马伦啊 他是西晋时候的 一个非常贪婪的人 可以说 呃 他很有地位 呃 他 但是他却很爱财 特别喜欢钱 所以说啊 就是 他就 问别人要钱 然后呢 给别人官当 大家知道 这样的事情是不对的 大家知道吧 就比如说啊 比如说啊 假如说谁呢 假如说啊 孔灵奇 很有钱 很有地位 然后 陈彦志呢 和张天音 他们两个就给孔灵奇 很多很多钱 那么孔灵奇就给他们两个官当 那这样做不对吧 是不是啊 那么在古代来说啊 就是呃 当官啊 是一个很 就是有身份的人嘛 那么怎么体现 我是当官的呢 他通过特殊的方法 假如说今天来说 你在学校 呃 你给你一个 耳带杠 是吧 这是不是标志啊 那么在清朝的时候 大家看电视剧 清朝的时候 就是一眼电视剧 那当官的 是不是他都有个帽子啊 就像一个小小锅盖一样 扣在头上 那上面还有一个 那个东西是竖着的 是不是啊 然后后边还有一个 那个假的那个小辫子 是不是啊 清朝的时候是这样 那么在清朝的时候啊 他们也做一个标志 在做 以什么做标志呢 就是在帽子后边啊 就有一个雕的尾巴 因为雕的尾巴很珍贵 呃 所以说把它放在后边 体现自己是 很有身份 很有地位的 所以陈远志和张天一 后个雕的尾巴 体现他们是当官的 那么孔灵奇呢 还是很爱钱 还是很爱财 然后他又收了很多很多钱 比如说刘瑞伯啊 夏邦俊啊 他们都这些 他们两个都给孔灵奇钱 然后孔灵奇 假如说啊 那么孔灵奇又给他们两个官当 那么这个时候 孔灵奇给了太多人官当 所以说他们都到集市上去 买那个雕的尾巴 等到夏邦俊和刘瑞伯 去买雕的尾巴的时候 其实实际上 那雕的尾巴已经卖没了 那么他们俩又不甘心 就是你不带这个雕的尾巴 别人看不出来 我是当官的 他们又不甘心 一定得让别人知道 我是当官的 于是夏邦俊和刘瑞伯一商量 那没有 没有雕的尾巴 我们也得弄个尾巴 放在脑袋后边 怎么办呢 什么跟雕的尾巴比较像呢 对 狗的尾巴 所以他们两个就各买了一个狗的尾巴 放在 放在脑袋的后边 对 放在脑袋后边 来证明他们两个是当官的 所以说这个狗尾旭雕是什么意思 就是本来应该是 雕的尾巴 但是你却用狗的尾巴把它做代替 那么狗的尾巴跟雕的尾巴比起来 是不是比较差呀 所以说用今天的话来说呀 狗尾旭雕是指一篇文章 你写到 假如说没写完 你写着写着突然有事 不往下写了 假如说 呃 假如说啊 呃 邱一来写 写着写着突然停了 有事了 然后他呢 让别人把这个文章给他补全 但是补的那个人啊 写的却 不好 很差 这个就叫做狗尾旭雕 哎对 有的人会认为红楼梦是这样啊 明白这意思吧 就是原来这些原著写得很好 但是他没写完 或者说写完了 有的人闲着没事 去给他接着往后写 这我们有续写啊 有的时候会有续写吧 是不是 续写那个写得很差 就叫做狗尾旭雕 狗尾旭雕 用来比喻 用不好的东西连接在好东西的后面 多指后来续写的文学作品 不及原作那么好 续作不佳 就是你再接着写的时候 把这个文章写得 不好了啊 对 写得不好了 那第二个 我们来简单说一下 就是结尾的方法 这回环啊 它相当于是结尾的一种 一会我们来仔细说啊 简单说一下 就是结尾的方法 第一个啊 最为简单的 现在写的作文 学校里边老师也会说 是不是讲一个故事 说明一个道理啊 是不是说明一个事 所以说啊 最后是不是你会总结 一点我的感想啊 然后我明白的道理 是不是啊 所以说啊 第一个啊 总结结论 就比如说 呃 我 此时我听到隔壁班 隔壁班可 真吵啊 真热闹啊 就是 就是当然你前面的 你得描写说 我在这边听课 然后他们把怎么 怎么说话 怎么说话 然后最后 然后做这样一个结论 就是很简单的 或者说你做了一件事情 然后最后总结出来 你得 努力才能克服困难 然后你得去尝试 才能够去进步 就比如最简单的 总结结论 还有第二个 第二个啊 就是像房房老师 在第二次课 给你们讲过 那个描写春天 是吧 就是破冰是描写春天 前面是用发问的方法 去写 是吧 就比如说 你当春天是一个陌生的人 然后你去问他 是不是啊 就比如说你是 那在空中唱歌的燕子吗 你是那刚刚遵出 地面的小草吗 还有比如说你是那在田野里面耕地的农民伯伯吗 通过这种 是不是发问啊 然后最后再把它回答 原来都是你 美丽的春天 这种叫做 反问吧 是不是 当然这个在开头啊 结尾也可以 突然用反问 还有就是像台笔啊 就是结尾可以用修辞方法啊 那第三个 第三个啊 就是呃 这个在以前提过 讲凤头暴尾的时候 其实提过 就是欧亨历史结尾 就是出人意料的结尾 知道吧 欧亨历史结尾 就是出结果让你出乎意料 意想不到啊 举一个例子啊 就是呃 最简单就是警察 就是卖其的礼物 那是最简单的 卖其的礼物 就是妻子为了给丈夫买礼物 他把最珍贵的头发给剪了 买了一个金表料 那丈夫呢 为了给妻子买礼物 把金表给卖了 买了一整套的书字 等到他们回家一看啊 就是自己买的礼物 对方已经 呃 也不需要了 用不上了 这是最简单的 你回去可以看啊 就是结尾非常出人意料 还有就是像警察与赞美诗 我记得以前也讲过啊 警察与赞美诗 就是有一个人 呃 他他叫索比 他的他的梦想 他的梦想啊 就是有一有一段时间的梦想是什么呢 就是进监狱 进监狱是他的梦想 因为监狱里 监狱里面有吃的 有喝的 有住的 但是你就是基本上 不用像在外面这么辛苦 我还得上学啊 我还得工作啊 然后什么都里边特别好 他会觉得 对他脑袋有问题啊 对 然后呢 他为了进监狱 就干了很多坏事 比如说啊 吃霸王 霸王他那家知道吧 就是吃完了不交钱 我就吃了 我就是不给钱 你能怎么样 就是这样啊 呃 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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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安静很安静的 那么当他听到这些圣歌的时候 他突然被感动了 你说外边能够听到这么美样的音乐 进到监狱是不是我什么都听不到了 然后外面阳光这么好 有自由 进到监狱里面是不是 我就被关起来了 我就被捐起来了 没有自由 不是说我想去哪里去哪 所以说此时他反悔了 说我要好好努力 我要好好学习 我要好好工作 但是这个时候谁来了呢 警察来了 对不起 我怀疑一系列坏事与你有关 跟我们到警察局走一趟 然后这个小说就结束了 当他想进监狱的时候 他没进城 当他不想进监狱的时候 他又反倒进去了 这就让你觉得就是很出人意料 就是这样的 就这样的结局 能听明白吧 这个不多说了 还有像爱的牺牲 都挺有 都挺有趣 对最后一片叶子 你们应该知道 然后 最后一个 你用诗词 这个稍微有一点难 对 用诗词 名言来做结尾 这些都可以 但就稍微有点难 欧宏利事件 我再举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 是那个爱的牺牲 我去好像也提过 不是 那是叶子 那是叶子 就是 一对年轻的夫妻 他们两个在乡村生活 他们两个在乡村生活 但是他们有艺术的梦想 男子想画画 女子呢 女子想拉琴 对对 想拉小提琴 那么 但是他们两个在乡 对 听我说 但是他们两个在家里边 就是觉得 没有机会 学到好的 画 没有机会学到好的钱 所以说 他们两个就离开家 卖了田野 卖了房子 离开家到城里去学习 但是钱花 很快花光了 他们两个决定出去 赚钱 那男孩就说 丈夫就说 我去画画 我来画画 因为公园里边 有很多人 他去 他去游览 因为我们出去旅行的时候 是不是也会看到 有些旅游的景点 他会有人画画卖钱 是不是 那么 说我画画卖给他们 然后女孩呢 说 周围啊 有很多小孩 他们想拉钱 我可以教他们拉钱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 他们都很累 丈夫先回家了 妻子后悔了 一开门 手上缠着绷带 丈夫就 很难过 很担心 然后就问 就问他 说 妻子缠着绷带 他丈夫就问他 妻子还骗着他 妻子说 因为我教的那个小孩 太顽皮了 晚上吃烤面包 我叫烤面包 把胳膊给 怎么样了 烫伤了 其实丈夫呢 已经知道原因了 实际上 他们两个谁也没有去教别人画画 也没有教别人拉钱 也没有去画画卖钱 他们两个都在离他家不远的洗衣店里边工作 女孩在楼上运衣服 男孩在地下室烧水 那么有一天女孩在胳膊 烫 烫衣服 手里烫伤了 地下室有一个同事 上来看到了送东西的时候 他回去就跟地下室的人说 你知不知道楼上有个小孩 楼上有个女孩 特惨 胳膊被烫掉了 几乎 然后男 他丈夫就说 我有 正好今天我带了一卷绷带 带了一卷纱布 你帮我把它给送上去吧 于是他的同事就把这个绷带给送上去了 最后送到了谁的手里呢 送到了他的妻子的手里 所以他妻子一回家 他一看那个绷带 就是自己的 所以他知道妻子就是那个被烫伤的女孩 所以他们都知道 原来他没有去画画 他没有去拉琴 而是在洗衣店里边工作 所以他们都知道 对方愿意牺牲时间 给自己更多时间去学习 明白吗 就是他说去画画 实际上他是去烧锅炉了 他说去拉琴 实际上他是去 烫衣服去了 那么他为什么这样做 就是为了他挣点钱 而给自己有一点时间 能明白吧 就好像妈妈爸爸一样 那么让你有更多时间去玩 或者说学习 他们去花很多时间去辛苦的赚钱 是不是 就这个意思 所以最后一个可以引用诗句 引用名言 这样都可以 比如说你去写春天 房方老师应该讲了吧 描写春天有很多很多著名的诗句 就比如说啊 呃 像春 像春日 像绝句 像最简单的春 春 春晓 对 对最简单的春晓 像那个永柳 像宋元二使 安息 清明 这些都是 都是吧 是不是 就是在杜牧写的江南春 那么这些 对 山形不是写春天吧 山形是写秋天啊 春日是 还有那个 有很多啊 对对对 春 但是他写的是比较悲伤的春天啊 对对对 像春日写 像杜甫写那个绝句 就是尼蓉 飞燕子 沙暖 睡鸳 那个是比较 比较美好的春天 是吧 活破山河在 成春草木深 这种是很难 对很难过的春天啊 所以说这些 你就可以作为 你的你的引用 放在结尾 就比如说 我我描写完春天 然后 正如杜甫所说的 尼蓉 飞燕子 沙暖 睡鸳 春天是一幅非常 美丽的跨界啊 对对对 你可以这样引用 明白吗 当然 刘瑞博 知道了吗 就可以这样用啊 现在你学的诗啊 相对来说 不是那么多 所以说 你想引用的时候 并不是说 你想引用就能引用 当你的诗 学到一定数量的时候 既有写景的 又有说理的 又有什么 比如说写困难的 又有写那个 坚强的 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 可以引用了 因为现在 你们学的只是 其中的 一部分啊 对 一部分 谢谢